今天又穿了婚紗 是啊是啊 今天呢 就剛才那些婚紗呢 都是比較可能大拖尾 公主很夢幻那些 滿足了我自己的要求 因為我想可能很多女生 都會幻想自己出嫁的時候 可以好像公主那麼漂亮 那麼童話式 剛才就做了 所以我結婚的時候就不會做了 那你自己結婚那件會怎樣 會輕鬆很多的 因為呢 剛才那件雖然很漂亮 但如果我的性格我走來走去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做的 是啊是啊 所以自己那件會輕鬆一點 那就可能沒有那麼多拖尾的設計 但我還不知道是怎樣 因為呢 我和婚紗設計師 因為很開心 大師姐幸而那間婚紗公司 就贊助了 那我和設計師其實都是 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我們互相很信任 那這兩天我們才溝通 就 接下來可能就才會去試 那其實真的很大膽啊 簡直是沙膽啊 即是我想很少新娘 是最後那兩個禮拜才試 才試 那我還是不知道是怎樣的 那我們就很有默契 還有我們合作了很多年 所以他答應會做一件送我出假呢 我都很相信 那至於我老公方面就 蘇老闆那間的禮服的公司的贊助 這樣 所以又交給他們了 因為這兩個服裝都是 真的大家認識了很久 那又連我遇到我老公之前已經決定了 所以就很開心 現在的心情是很興奮的 很興奮的 因為開始派帖 那就真的逐個逐個朋友去找他們 就逐個都聊幾句這樣 聊聊聊有一天 所以我覺得最近的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 祖兒也會去找他嗎 他好像 他應該會請的 就是他公司的藝人 或者是同事 很多他都會請 但當然都很 就是很看他們的行程 我自己都是一樣 我都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公司的藝人 請得都請 但是很多都要工作 甚至很多不在香港 那你又不知道 因為我和我老公都 我們又不是同一間公司 同一師兄 所以你們吹架的就交給你們了 拋花球那些 曼狗外分手 對不起 但是我那個花球那裡 都很多人錄了 我會認真點訂的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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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